大家好 这期课我们来看主机和FTP 我提前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空间 是阿里云的ECS服务器 在那上面创建了一个站点 这台服务器的环境是用宝塔Linux面板做的 如果有需要的同学 建议大家看这个教程 简单的说一下 Wordpress可以安装在虚拟主机上 也可以安装在服务器上 一般做网站都会遇到这两种主机 虚拟主机或者是服务器 我们以阿里云为例 进入阿里云网站 鼠标放在产品上 搜索主机 第二项有一个云虚拟主机 它有四个版本 这四个版本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的配置和价格也会有不同 在选购主机方面 有很多门道 因为要适应不同的用户或者群体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我要给一个国内的公司做网站 那么它的网站主要面向的是中国大陆国内的用户 那么我给它选择一个国内机房的虚拟主机或者是服务器就可以了 这种主机是需要备案的 如果是学习使用 又不想备案 可以使用阿里云的香港主机 在下面有免备案主机 除了阿里云公司之外 在国内还有很多公司提供网站用的虚拟主机和服务器的产品 具体品牌就不一一列举了 如果你的网站是面向欧美用户 建议选择一个国外的服务器或者是虚拟主机 具体选择什么样的 我建议大家到群里问一下 这方面我的经验不多 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服务器的品牌 它都有两种产品 一个是虚拟主机 另外一个是服务器 如果是虚拟主机的话 它会有很多限制 但是便宜 易操作 用户不用修改很多东西 想改也改不了 如果是服务器呢 就需要自己搭建环境 比如说宝塔Linux面板环境 服务器的价格一般都比虚拟主机的价格要高 另外对于使用者来说门槛也要高一些 但是它带来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手动去配置 PRP.NI之类的文件 可以让服务器更好的支持 Wordpress和Avada主题 甚至WuCommerce插件 因为Wordpress Avada 还有WuCommerce等等 很多插件是比较吃配置的 这个配置呢 不单是服务器的硬件配置 比如说CPU内存硬盘之类的 更重要的是服务器环境的参数 比如说PHP.NI 数据库MyCircle的NI 还有NGX的一些配置 还有一些优化之类的东西 比如说Memocache 好了 先说到这 我们回到之前创建的站点 我们用WP.建站1.cn 这个二级域名 作为这个网站的主域名 关于域名这块 跟大家普及一下 这样的域名 建站1.cn 这是主域名 3W.建站1.cn 这个是3W的二级域名 WP.建站1.cn 这也是二级域名 这些二级域名 都可以绑定到不同的虚机 或者服务器上 那么这个域名 已经绑到了这台服务器上 并且在这服务器上 已经做了一些设置 关于域名解析相关的配置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做的 Wordpress入门课 或者是咨询域名所在的服务商 请他们给予支持 因为每家主题的域名的操作面板 和主机的操作面板 都是不一样的 这节课的时间差不多了 就到这里 下节课再讲FT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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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